最近一两年凭借演员身份成功月升流量,能让你叫得上名字的男流量,你都知道谁呢? 龚俊和王一博因为都是古装单改剧出身,而先后爆红鼎流。 不少人也经常拿着两个人来做对比,鼎流之间有商业代言的重合这是几乎不可避免的。 最近王一博和龚俊也陷入了同样的状况,龚俊接连接下,舒夫家,高露杰还有安莫西。 不少人说,龚俊的商业价值以反超王一博,将要取代王一博。 莫非这是龚俊晋升顶流的第一步《截胡代言》吗? 因为龚俊最近接下的这些代言都是王一博那边的,不管是不是合约正常到期,品牌方没有继续选择王一博,而是选择了跟王一博同类型的龚俊。 说明在流量曝光度上面,更看重龚俊一点,这一结果也是由王一博深入电影圈发展引起的。 如果龚俊一直演古装剧,他的流量和人气超过王一博的概率很大很大。 因为电影圈就是退流量化最好的地方,基本上深入电影圈的演员都会降低曝光度,主要是电影圈的特点是周期性,受众窄,角色多,昙花一现的感觉。 就不如电视剧更能传播流畅讨论度广。 龚俊拿代言很正常,王一博选择了电影圈,就意味着走的路线是非国民路线了,那很多代言都不适合了。 总之深入电影圈意味着退流量化,上午自然会被影响到,王一博这边后期应该会宣一些高端品牌,快销品应该不会再接了。 那么这些快销品肯定需要其他新进顶流顶上。 更关键的是,王一博和上一家已经合作两三年的品牌,这次是正常到期罢了,都是品牌到期正常接的,在资本这里很正常。 快销品代言就是流水席,不如把格局打开都有美好未来。 在当下去流量化的时候,有人想要完全投入主流,也有人依旧在深耕偶像圈。 工剧目前就是先继续巩固在偶像圈的人气,不同于陈琴令的余热游在,山河令已经是下架处理了。 如今距离山河令的开播刚好已经过去了一年的时间,在这一年时间里,无论是剧集本身还是剧中的演员,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 山河令的爆火,让国内许多影视工作者开始投身制作单改作品,一时间几时不单改剧被提升了日程, 这种情况直接引起了广电总局的重视。 无论是准备拍摄,正在拍摄还是已经拍摄完成的单改剧被全面叫停,因此山河令成为了此类型剧的绝唱。 仅仅是绝唱也还好,然而这个绝唱到最后也没能保住。 因为某汉的缘故导致被封杀,尤其主演的影视作品也全部被下架,其中就包括山河令。 无法通过国内的线上视频平台观看此剧,山河令被下架,以令剧粉感到可惜。 而凭借此剧成为顶流的龚俊,如今的火热程度以及名气,也都已远不及以前。 大火之后的龚俊片约不断,而且不到一年的时间,就接连有四部有其主演的剧集播出。 但是这四部剧集作品,不仅反响远不及山河令,而且大部分都被观众评为烂剧。 只见少年你好火焰蓝,而你刚好发光的评分都在及格线以下。 唯一好评较多的沉睡花园也只能算是中规中矩。 多部低评分剧不少表示龚俊的流量位置已经越来越危险, 他后续的作品感觉还是挺给力的。 跟迪勒巴合作《安乐传》,这部剧被业内和观众寄予厚望,是预定的爆款之一。 《安乐传》由《帝皇书》改编而来。 在这部剧中龚俊饰演的韩叶作为主角,将与迪勒巴饰演的人安乐展开一段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。 龚俊和迪勒巴都是顶流,两个人合作自然也是万众瞩目。 这部剧即使不能爆,曝光度也不会低,正好能够维持龚俊的流量曝光度。 就是担心龚俊会被男二抢风头。 《安乐传》中的男二刘宇宁流量也不可小觑,口碑更是更好。 最重要的是,刘宇宁在剧中饰演的洛明熙,人设是真的很好。 在原著中,洛明熙这个角色很令人心疼。 身患不治之症,心怀天下,钟情女主帅气优雅,足智多谋刚柔病济进退有度,可谓及所有优点于一身。 偏偏就是壮志未愁生先死,女人看了心疼不已,男人看了扼腕叹息。 正是因为这些特性,洛明熙有着许多的书粉,刘宇宁如今的人气甚至不比龚俊少多少。 2015年,刘宇宁作为摩登兄弟的主唱,入驻网络平台,很快火出了圈。 四年便担任电影主演,从而进入演艺圈。 与其他演员一样,刘宇宁在至今的五年时间里一直默默无闻,但她从歌手踏入演员的行列却在不断地成长。 如今洛明熙一角本身就很圈粉,刘宇宁本身有着很好的条件。 身高189,可谓全组最佳,骨架小,五官立体,古装扮相也很优秀。 此次她所扮演络明细的剧照一放出来,就引起了广泛关注。 再加上杀经验上,她拦着龚俊敬酒的这些细节,博得不少好感。 只看那一场三个人的直播,她独独上了热搜的事情,就知,剧未播,她已鲜活。 相比之下,作为主角的龚俊所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。 原本《山河令》中,龚俊凭借独特的身高优势,与精湛的演技获得广泛关注。 在《安乐传》中,她的这些优势显然都不再那么突出。 光看两人的白衣装扮也是难分高低。 更显而易见的是,虽然此次龚俊扮演的角色虽然是太子, 但在某些扮相上还是有着温克勤的影子。 尤其是她头发披散下来的时候,虽然头戴相遇精宽贵气十足, 但并编那两缕头发就很容易让人想起她是温克勤。 不过,这一切还要等到剧播出之后看了,这部剧过审的话很快就会定档, 大家应该就快要看到了,而王一博深入电影圈是给予也是风险, 不管拿到多好的资源,最后都要看票房说话。 这些年,顶流资源旁的新人不在少数, 但是最后能够接住的只有一扬千禧一个人。 王一博如今顶流位置是很稳的,电视剧圈有了成绩, 风起落一样也有不错的成绩,如今她又走进电影圈, 跟梁朝伟合作无名。 先介绍一下电影背景, 前几年柏娜一夜先是推出了《中国机长》, 《烈火英雄》和《决胜时刻》组成的《中国骄傲》三部曲, 票房都取得了成功。 这三部电影结束之后, 柏娜一夜进一步推出了《中国胜利》三部曲, 其中就包括夺得中国电影票房榜冠军位置的《长津湖》, 以及票房口碑双丰收的《中国医生》。 《中国医生》和《长津湖》已经先后和观众见面, 第三部就是刚刚发布首支预告的吴明。 从目前已经公开资料可知, 吴明由导演成尔自编自导, 主演汇集了梁朝伟、王一博、周迅和王传军。 原本吴明的类型是剧情、悬疑和历史, 预告中又带有黑色幽默的气息, 尽管吴明称得上阵容强大。 目前已经公布的梁朝伟、王一博、周迅和王传军四个人 就已经集聚票房号召力, 但依旧票房担忧, 故事本身就对影片有了很大制约。 画面相对暗沉不具备明艳色彩, 对观众来说提升了观影门槛, 不过毕竟品质和票房不能直接化等号, 有的电影即使票房不行, 但是能够拿到奖项提升匹格。 对于新进电影圈的王一博来说也是很重要的, 如今他正在拍摄《长空之王》, 感觉这个电影应该也很不错, 这部电影导演是寒寒, 寒寒的电影对于很多当红小生来说还是很不错的资源的, 这部电影后面王一博站稳电影圈还是有着很重要的意义。 由此也可以看出王一博出入电影圈, 就拿下了顶级资源, 背后各方资本也是想要把王一博捧出来的, 现在就看最后的结果, 而电影圈要比电视圈现实的多, 下一个一阳前席并不是那么容易。 好了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, 如果你有其他感兴趣的话题, 请在评论区积极留言用咕咚, 我们下期再见啦。